說話說話 川普經陸續地求和 由拉夫羅夫開始說希望做好了談判的準備 也都講了時間人物地點就是G20的峰會在夏月 但是你又見到普京在某一方面不停地強硬不熱 不停地說核戰我會打擊你們 你們一幫湯我就打 那另外又見到國防部長又開始寸一些信息出來 就是說我們大家談好它 連續三天不是普京親口說 但是他們下面的人已經釋放了 最重要是大家談 由確保到克里米亞到現在 沃蘭已經反攻克里米亞接近奪回的時候 甚至赫爾松已經開始撤僑 就是已經由赫爾松的市長 他已經說了 就是說講俄語的人 現在要撤離 等俄軍重整 你就看到那個戰事已經令到普京很不利 在這個時候不停地冰分兩路 一來就很嚇你 第二就說大家不如和談 在這裡還要講多一件事 就是北溪二號的管道 未損壞的部分 恢復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 就是說你們現在過冬很困難 不如這樣吧 北溪二號還未破壞盡的 還可以有輸氣功能 我繼續輸氣給你 其實這個舉動就是求和 更加在土耳其建立歐洲最大的天然氣樞樓 希望借土耳其和歐盟聊天 事實上土耳其都國懷鬼胎 之前在上合會議 亞塞拜疆和亞美尼亞打到糟糕 當時中國和俄羅斯都沒有辦法去將他們壓低 結果土耳其昨天就令到這兩個國家握手言和 而土耳其就做了一個中間人 今天普京是需要土耳其去緩和 其實土耳其很有可能就會取代俄羅斯 當俄羅斯陷落 土耳其就是最大的得益者 但是沒有辦法 所以希望土耳其出面 為北溪天然氣 這些管道還可以走 我給你們一些天然氣 你們最重要買 意圖拖著現在的戰士 就是說擺和譚上面 跟著讓沃蘭不要狂轟濫窄 打回頭 而令到普京有喘息的機會謀定而後動 那德國就已經拒絕了 說俄羅斯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夥伴 所以拒絕了即使北溪也沒有破壞 但是我也不會跟你買 情願沙地阿拉伯減產二百萬桶依然頂住 給多些錢去頂住經濟頂住這個過冬 都不肯買 你就見到西方國家尤其是北約國家歐盟國家 他們已經統一陣線 就一定要拉普京下來 不計任何成本 因為只要普京不下來的話 歐盟到最後永遠都有一個強輪在身邊 在這裏也都看到美國和歐盟的決心 因為他們都明白 如果來到這裏 你釋出善意或者再購買的天然氣 令到他可以繼續這樣執政 和解決他的經濟問題 所以歐盟不肯 而美國更加 在他們心目中 尤其是拜登心目中 或者美國政府心目中 求和 現在已經不可能 和談都不可能 他們一定要將這場戰爭拖到盡 拖到你俄羅斯沒有辦法 然後由你俄羅斯自身的人民 對普京的不滿 將他拉下台 這個已經成為了整個西方國家 他們的共識 而這裏也都為什麼見到西方國家 和中共這麼強硬 因為他們都知道 現在中國最大的 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夥伴就是中國 他沒有被軍工企業理到 但是日用品 食品 或者一些副產品 都是由中共提高的 就是說中共和俄羅斯續命 所以你看到 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甚至歐盟也好 他們現在對中共的態度 為什麼會越趨強硬 就是說你連聯合國 譴責你都不肯 你選擇了和俄羅斯在一起 是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要拉俄羅斯下來 我們要打擊普京 這樣 中共都是其中一個目標 因為這個就是中俄的關係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Patreon 代表您的 所有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